话说天南地北 畅谈心中疑问 欢迎收听北极星说故事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礼拜天晚上的 网友分享的鬼话系列 今天晚上是网友Aster 提供的一篇素色惊魂 将军好 我是一个军训教官 在某一个星期天的晚上 大概晚上十点钟 同学都就寝没有多久之后 突然间宿舍的寝室 发生了一声惨叫声 我从教官室赶快跑过去 会同了所有的宿舍的管理干部 一去看 原来那是管理宿舍二楼 二层楼的干部小凯 在厕所里面一声尖叫 他就昏倒了 然后我们把小凯送到医务所 小凯经过了一个晚上照料之后 隔天早上清醒过来 也不再那么害怕了 小凯就把他当天晚上 所遇到的事情跟我讲了一遍 那我就把小凯的这个故事 说给大家听 事情是这样的 小凯是这么说 他说其实那天早上 他就在宿舍 听到很多的同学讲说 宿舍不干净 二楼的宿舍 厕所闹鬼 那我就心里想 这些家伙是干嘛 是因为宿舍快要学期结束 要搬家了 想下那些新生抽不到宿舍 故意放出闹鬼的风声吗 想要抽到宿舍 就当宿舍干部就好了 对不对 就可以优先抽到这个宿舍了 又不想付出 又想要宿舍 这点实在不长进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心里想 好啊 我就看有什么鬼 我在那边住了这么久了 两年了 我也没看过什么鬼 后来第二天没事 到了星期天的晚上 大家都要收假 要回来啊 我们这个宿舍 这一栋的宿舍长规定 所有的学生 要在十点钟以前回到宿舍 可是只有宿舍长有钥匙 如果你超过十点 对不对 他就锁门了 就不跟你回来 所以大家希望都能够 在十点钟以前回来 可是呢 因为大门口是教官住的地方 我们都会从侧门进来 那么侧门通常宿舍长 就会在那个地方 宿舍的门口上放一把钥匙 就是大家真的有太晚太晚回来的人 总不要每天打电话给宿舍长 他会烦死了 就拿着那把钥匙给开门 所以还是有部分同学 会超过十点 就从那个侧门进来 那么当然了 我是宿舍干 每次我在二楼寻完宿舍 水电寻完之后 我会经过这个浴室的地方 那突然间礼拜天的晚上 大概晚上十一点半的左右 我就听到浴室的里面有水声 哗啦哗啦哗啦有水声 那我就心心想 洗澡好啊 规定十点钟就不能洗澡 要洗澡早点洗完 这么晚洗澡 我就想得到之后 非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要让他来一个爱笑服务 要把所有的浴室厕所 都刷得干干净净 谁叫你这么晚来洗澡 可是呢 我们一打开 把这个宿舍浴室的电灯一打开 没有声音 也没有人 半个人都没有 那通常在宿舍洗澡 大家一定是不可能会 就把水龙头关掉 就算关掉以后有滴滴答答的声音啊 没有人 我心想听错了吗 还是三楼在洗澡 我听错了 所以我就不以为意 就把浴室的灯关掉 我才刚刚走开浴室不到两步 浴室的水龙头 哇 又开始漏水 我心想 这在玩我吗 我听得很清楚 绝对不是三楼 就是我们二楼的浴室的水龙头的水 我进去 门打开 灯一打开 我说谁 一滴水声都没有 也没有半个人 我还刻意去把每个水龙头都转得紧紧 把它转紧 是不是水龙头突然间漏水还是怎么样 我都要把它转紧 然后呢 我就心里想 我再走开浴室 还会响吗 这时候 我还没有走开浴室 我就听到水 滴滴答答滴答答 哗 开始响 可是我一回头什么都没有啊 只有一个水龙头 好像坏掉一样 一直在漏水 我就过去把水龙头灌掉 我就心里想 好啊 对不对 你这 你要跟我玩吗 我管你似人似鬼 要玩来啊 说句实话 小凯说 他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他就决定躲到洗手台的下面 我们的洗手台是两个 长帮型的洗手台 洗手台与洗手台中间有个小小的戏缝 我就躲到那个洗手台下面 我就看 是哪个家伙 赶过来乱搞 赶过来捣蛋 我就躲在洗手台 真的我不知道哪里借来的胆子 我就躲到那边 后来果然 这个听到了 非常非常低沉的脚步声 叉叉叉叉叉叉叉 走进来了 走进来之后呢 然后水龙头就开始打开了 那我就从两个洗手台中的缝隙往上看 哇 不看来好 一看我就快疯了 是一个学生 把他的头直接拿下来 就放在洗手台上 水打开用手不断的洗他的头 这时候我的呼吸声跟我的心跳声 我都已经自己听到 砰砰砰砰砰 心跳声非常大声 可是我不敢叫啊 满头大汗 我吓得自己不敢叫 可是我心跳声连我都听到了 那个没有头的洗头鬼也听到了 他把他的头 从洗手台上拿下来 直接放在地上 那一双大眼睛 还有那个邪恶的嘴巴 所发出的笑声 就这样子看着我笑 哇 我再也顾不了什么鬼不鬼的 我就放声大叫 救命啊 有鬼啊 然后呢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就躺在我们学校的义务所上 这教官 你说我遇到的是什么 那当然 教官阿瑟说 你可能是太累了 不要想那么多 这学校在二楼的浴室里面 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意外事件 所以你可能想太多了 好了 小凯 没事 没事 那当然 我当教官的 我很清楚 因为曾经在多年之前 在我们这个学校的二楼的浴室里面 曾经就发生过 一件非常非常不幸的事 就是一个学生在浴室里面 就上吊自杀了 那因为吊的力道相当的强 所以他的颈部的脖子的骨节 几乎是吊到断掉了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因为多年之后呢 我们也就 也就没有做什么法事 但也没有什么怪事啊 想不到在这段时间 又出现了 所以从此之后 二楼的厕所 我们就向校部回报 重新整修 那整修完了以后 经过了一些启用的仪式 祭拜之后 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诡异的事项 这是教官阿瑟 分享的故事 大家觉得好听吗 可怕吗 如果觉得好听的话 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 下个礼拜天晚上 有更好听的网友分享鬼话 如果大家想分享的话 大家可以在 北极星说故事的脸书粉丝专页 把你的故事贴在我的私讯上 我看到之后都会经过整理 然后由小如 把它经过剪接 呈现给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那今天的故事到这边结束了 大家晚安咯 拜拜